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韩国经济快报 我是李磊 知识经济部为了促进软件产业的融合 正在实施WBS项目 其主要内容是培养世界顶级的软件企业 执行这一内容的企业日前聚集一堂 围绕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根据设计好的数据 绘制出建筑物 为了更加安全地建造建筑物 而利用计算机应用工程 就是CAE程序 最早开发该解决方案的中小企业 正在活跃地向海外出口 同时他们也正在开发融合计算机设计解决方案CAED的CAED 这项挑战就是知识经济部正在推进的WBS项目中的一个部分 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WBS是World Best Software的简称 是被选定的企业接受知识经济部支援 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开展第一次课题的项目 目前七家主办企业分别组成了财团 并由51家企业参与 共有58家企业正在进行该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 本月15日扩大软件融合 执行企业肯谈会 在板桥全球研发中心举办 在当天的肯谈会上出席的企业代表们分享了WBS进行的成果和发展现状 并讨论了今后进军海外市场的计划 借此机会 各企业纷纷向知识经济部提出 为他们提供更加积极支援的请求 对此 尹湘直次官承诺将对韩国产业的未来 继软件产业进行持续不断的投资 不借加致 这么久 不是 感谢观看